一时快不是真的快 一直快才是真的快 提到豪华纯电SUV 你会选择哪一台 如果我说有一台SUV 来自梅塞德斯奔驰的EQE SUV 是你的选择 来自梅塞德斯奔驰的EQE SUV 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这一次我们找了这台车 其实它是一个中期的改款 说到改款 从外形来看 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 改在哪了 比如说它的电机的功率 全系都增加至300千瓦 能让这台车开以来更加的迅猛 还有增加了空气悬挂 而当你把空气悬挂跳到最高的时候 车身离地间隙 能够增加25毫米 进一步的 让这台车的通过性能 得到了优化 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是这一次 中期改款的EQE 它在后面的尾标 取消了350 全部变成了500 所以当你从后面看的时候 是不是一下 就排面又拉高了呢 另外外观颜色 这次新增加了一个叫 绿绿色的颜色 当然不是我们这台车的颜色 还有就是新增加了5G的网络 并且三年的免费使用权 所以你看一看 除了我刚才说的外观颜色 新增加一种颜色之外 其他的是不是都是在我们日常使用当中 才能感受得到的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把这台车开起来 然后去感受一下 经过中期改款之后的EQE SUV 到底能够给到我们怎样的驾驶感受 OK我们现在开上了这台中期改款的 梅塞德斯奔驰EQE SUV 当然对于奔驰来说 一台车的好开与否 并不仅仅在于0百加速的用势 这台车的0百加速呢 5.1秒 但是呢 它并不会让我们在加速时候感觉到这种特别失重的感觉 它依然还是很奔驰 很舒适的 比如 你看 虽然我这一脚变门下去啊 但是车辆瞬间提速的时候 它是非常线性的 那说到静密性呢 你知道吗 其实奔驰早在1920年就开始去研究车内静密性了 我们都知道啊 车内静密性的决定因素呢 无外乎就是三种啊 一个呢 是发动机的噪音 一个呢 是来自于这个外面空气流动的这种噪音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雾面的这个路增 那奔驰在这三方面呢 都进行了更多的深入的研究 所以其实现在我开着这台车能够感受到最多的声音是来自于空调出风口的风声 说完了NVH呢 其实呢 在这台车上面我们感受最大的就是它的底盘呢 进行了更加优化的调整 而这个优化调整呢 是为了让我们这台车开起来的时候更加的舒适 说到纯电车型呢 其实奔驰的EQE SUV呢 在支架这方面做的也非常不错 比如说它的一键启动就非常方便 在油挺式方向盘 这个衡量的下面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这一次经过奔驰工程师的调校之后啊 这台车呢 它在电量10%到100%这个区间都可以实现 0百加速的最大峰值的一个呈现 也就是说不像有些纯电车型 就电量多的时候才能够给到你比较迅猛的这种加速感 所以为什么有句话说一时快不是真的快 一直快才是真的快 当然了对于奔驰来讲啊 从来也不是说把一台车让你开的有多快 才证明这台车有多好 而是匹配 最让你感觉到舒适和豪华的这种驾驶感受 全面感受了一下中期改款的梅塞德斯奔驰EQE SUV的驾驶质感 可以说啊 这台车超越了之前我去试驾 它没改款之前的那种驾驶质感 它变得更加舒适 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灵动 而且从奔驰的角度来说 这台车也变得更加豪华 为什么呢 是因为豪华很多时候并不只体现在我们看得见摸得找到的地方 而是在我们去使用它的过程当中 由内而外感受到的一种质感和便捷 在这方面这台车做的非常不错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 那么就请你自己亲自来去感受一下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你就明白豪华代表着什么 谢谢大家